当地时间1月8号 贾斯汀·比伯发文称 患上莱姆病已接受多年治疗 9号同样患此病的艾威尔发文支持比伯 公开资料显示 莱姆病为全球性疾病 1975年美国康涅狄格州的莱姆镇 曾将其诊断为莱姆关节炎 1978年这种病被命名为莱姆病 目前东北邻区是我国莱姆病最常见的地区 阴凉潮湿的地匹植物或草丛灌木和地矮树丛 都是已被皮虫叮咬的高危区域 莱姆病多由皮虫叮咬引起 不会通过人与人之间传染 病毒进入人体后分布广 传播快 致残率高 临床表现主要为皮肤 心脏 神经和关节等多系统多脏气损害 可发生于任何年龄 男性多于女性 莱姆病首发症状是叮咬处的环形皮疹 通常在感染后一到两周内出现 皮疹有时摸上去有点温热或有骚痒感等 病情伴随流感症状 及时使用抗生素对早期症状进行治疗 可预防更严重问题 目前没有用于人的莱姆病疫苗 预防莱姆病的办法是 如在野外作业 应穿着专业的防护服 必要时使用含有10%至30%趋无岸的蛆虫剂 无专业设备可在树木繁茂的地区 始终在道路中间行走 着浅色衣服 将裤脚塞进袜子中的 育肠如发现皮虫在身上 应立即使用细镍子去除 均匀用力扯出 并清洁钉咬部位周围的皮肤 新京报动新闻综合整理报道 更多新闻资讯 请下载新京报客户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